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给你宵夜增福 一起来听 人生百态 世事无常 你会遇到高山流水 自然也会遇到平原草地 有人心疼你 也有人伤害你 有人鼓励你 也有人来骂你 南怀景老师告诉我们 有人骂你 侮辱你 折磨你 都是在帮你削罪业 清业障 你应该感谢他 深以为然 一 感谢骂你的人 他是在帮你削业 畅通无阻的人生是没有惊喜可言的 这样的人生一路坦途 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佛学经典 唯摩洁经上有一句话叫 忍辱是菩萨净土 经书把忍辱看作是进入佛门的必经之处 意思自然是教导我们普罗大众要善于克制忍耐 尤其是在遭受侮辱的时候 人都是有情感的 当遭遇到外来的挑衅侮辱时 很少有人能够淡定自若 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血气上壮 情绪激动 进而想要报复对方 我们暂且不谈报复是否成功 光从人激动的情绪和被愤怒控制的内心来谈 在佛家看来 这其实就是犯戒了 而且在禅门的戒律中还有一个称戒 这个戒律要戒的就是激动的情绪和愤怒的内心 一个人若犯了称戒 在佛家看来就算是坠入了魔戒 他向前的每一步就都是在毁灭自己的人生 因此克制忍耐也就成了禅门的一堂必修 中阿韩经中说 若以正指正 正尽不见止 唯忍能指正 只有忍耐和克制才能终止争吵 别人骂我们 给我们脸色 其实都是在消我们的业 我们看 古往今来 凡是要做大事的人 一般都要经历一些人生的紧要关头 在这时候 我们看到的往往就是克制和忍耐 汉景帝面对匈奴的挑衅 曾经克制忍耐过 唐高祖面对隋阳帝的步步紧逼 曾经克制和忍耐过 就连以脾气暴躁出了名的明太祖朱元璋 在建立工业的关键时刻 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敌人低过头 由此可见 克制几乎成了大人物所必备的特制 唐代著名高僧寒山和石德 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对话 但依旧是 有人亲你 如你 你且忍他 让他 接着 石德便说 有人骂老桌 老桌只说好 这场问答 蕴含了古德大师对人是因果的看法 世间所有相遇都有因果 上天让你遇到一个骂你的人 是来替你消灾了 假如你真的哪里做得不对 那他的骂就是在提醒你要改正 假如你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那就是有所亏欠 才有如今的还债 骂上几句 灾祸就走了 人为什么会有烦恼 就是因为我职太重了 所以一切逆境就都来了 《心经》中说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别人骂你 给你脸色 你如果能不去挂碍 当下不仅能心安无事 还能消除 素食业园 灾祸自然就远离了 所以有人来骂你 你要感谢他 他是在帮你消灾 二 爱听好话的人 下场往往很悲惨 生活中有人骂你 自然也有人夸你 骂你的话是给你消灾 夸你的话却是给你招货 正如《金刚经》中所说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佛陀的话真是平凡 从来没有花言巧语 忠言大多逆耳 令人听来浑身补唱 但尖锐的批评 忠心的劝告 实际上是真心对你的表现 批评正如良药 虽尝起来苦涩难以下眼 但对改正缺点却大有弊异 唐太宗以魏征为敬 广纳良策 魏征提出的建议 时常令唐太宗龙颜大怒 甚至数次想将其一斩了事 但正是凭借魏征的忠告 圣唐文明明垂千古 刘备贸然为兄弟报仇 一意孤行 最终被陆逊火烧连营 袁绍刚愎自用 对谋事意见不屑一顾 官渡之战自尝苦果 全军覆没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 心中常有福兴之事 才是尽得修行的历史 若直言悦耳 逝世快心 便把此生埋于旧毒之中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 十七岁时已经声名在外 当时很多人称赞他 而他也想当然地认为 自己的书法记忆已经炉火纯青 于是别人再请他写对联 他便不肯下笔了 一次王羲之路过一家饺子铺 见门上对联写的缺乏风骨 很是一般 便想指点一二 于是他来到店家面前 发现一位老婆婆 独自擀面皮包饺子 包好的饺子随手向屏风抛去 竟稳稳地越过屏风 落在锅内 王羲之惊讶老婆婆的高超记忆 问道 你这是多长时间练成的 老婆婆回答 四十年能熟练 可要想深练得一辈子 王羲之不免自残行贿 又问 您家的饺子名不虚传 可门口的对联 为何不显得好点呢 老婆婆气道 倒是听说有个叫 王羲之的字写得好 可人家架子大 哪能瞧得起我们这小店呢 王羲之听完这话 扫得面红耳赤 从此以后再不敢骄傲 而是更加虚心恋子 忠诚一代大家 公围往往会让人丧失判断力 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祸患 批评永远是带刺的 让人难以接受 但背后隐藏的是朋友 亦或师长对你成长的期许与关系 他们期望你可以反思不足 改正错误 克服自身认识的片面与不足 从而实现自身的飞跃 我们要正确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正 克服自己内心本源的不愿意 从善如流 完善自己 佛说善生经中说 美言亲父有四事 就是在告诉我们 亲近美言会有四种祸患 听好话就高兴 听真话却心生反感 这样的人注定生活在欺骗中 被恭维裹足不前 那是对你生命的捧杀 人生中 能遇到对我们说真话的人 是最大的福气 每一个批评和建议 都为我们指明了前方的坦途 三 伤害你的人 都是来度你的 累世的前恩怨结 让我们今生相遇 所以我们要明白 别人骂我们 其实是给了我们化解业障的机会 所以说 伤害我们的人 是来帮助我们的 佛在《金刚经》中 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格力王曾残暴地 肢解伤害佛陀的身体 但佛陀未曾有一丝嗔恨 而是想着若有所成 第一个要度化的 就是这位格力王 面对生活中的伤害 可以多看看佛陀的忍辱 就可以知道 我们所受的委屈不值一提 然而 别人的伤害 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 就是不停地用别人的过错 惩罚自己 佛说 人事之苦 八苦为罪 其中就有 愿赠会苦 只有原谅和感恩 才是化解的良药 这世上的相遇 是缘也是结 每一个遇到的人 都是上天来度我们的 有人教会了我们宽容 有人教会了我们忍让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放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每一场遇见都是修行 每一次原谅都是宵夜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愿你 福生 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